好帥喔 牛髮拉把雞 Yeah 牛髮拉把雞 請你唱仔細 Yeah 彤彤姐姐妳看妳看 牛髮剪短了耶 是不是看起來更有精神了呢 真的耶 牛髮剪短又輸得好整齊 牛奶哥哥看起來好帥喔 謝謝 不過啊 我昨天在剪頭髮的時候 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喔 是什麼事啊 就是啊 如果我們的手 或者是身體其他地方受傷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痛 但是為什麼剪頭髮的時候 不會覺得痛呢 那是因為頭髮上 並沒有會感覺到痛的神經喔 所以剪頭髮的時候就不會痛了 我們的身體有好多神奇的地方喔 沒錯 今天哥哥姐姐去打籃球 而且他們也發現了一個 很神奇的秘密呢 喔 這什麼秘密呢 我們兩個去看看吧 好 看我冠連小家厲害 彤彤姐姐給妳 好 我們來節奏 彤彤姐姐要結好喔 好 畫喔 快 彤彤姐姐 厲害吧 給我… 好 你要結好我很厲害喔 好 好 彤彤姐姐 地板球 妙船 好累喔 好累喔 讓我們來休息一下好了 好 休息一下 好累死了 可是你們看 我身上好多汗喔 好不舒服 都黏答答的 有點可怕 拜託喔 才不會咧 運動後的感覺很棒喔 動一動呢 可以讓我們變得更有精神 而且流流汗呢 可以讓我們心情變得更愉快喔 好 就是我們的美收費了 永遠對我們的身體 真的很健康喔 永遠可以排出很多 不好的東西 所以只要我們多運動 身體會變得更健康喔 哇 好棒 超高 怎麼了 救湯哥哥 對啊 我剛剛流太多汗 褲子都濕了啦 對啊 沒關係啦 你看我也流了很多的汗啊 說到流汗 我想到一個小秘密喔 什麼小秘密 對啊 什麼小秘密啊 就是你們知道 當我們全身流汗的時候 身體的哪一個地方 不會流汗嗎 對 有一個地方不會流汗 對啊 到底是哪裡不會流汗咧 小朋友 你想知道是哪裡不會流汗嗎 趕快動動腦猜一猜喔 好 這個問題很有趣喔 身體哪一個地方不會流汗呢 大家趕快動動腦筋想一想喔 好 童童姐姐這邊有三個提示 來看第一個提示是 脖子 脖子會流汗嗎 好 來看第二個提示 第二個提示是 肚臍 肚臍會不會流汗喔 來看第三個提示是 腳椒 腳椒會流汗嗎 趕快想一想囉 我覺得答案應該是 肚臍喔 不知道大家的答案 是不是跟牛奶哥哥一樣呢 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答案到底是什麼 答案到底是什麼 答案到底是哪裡不會流汗呢 答案就是肚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流汗 是靠汗線再排汗喔 那肚臍的地方沒有汗線 所以不會排汗 這就是為什麼肚臍 不會流汗的原因 真的嗎 我來檢查一下喔 真的耶 我的頭跟手全部都在 可是啊 我的肚臍沒有汗喔 我也是耶 我只有手 腳 還有身體有流汗 可是肚臍是乾的 沒有肚臍沒有汗線 所以不會流汗啦 看吧 我沒有側側吧 那小朋友你們都猜對了沒 不要忘記這個小嘗試喔 那我們再打球吧 好… 各位姐姐來球給我 好 接好… 好棒 加油 答案就是肚臍 因為肚臍沒有會流汗的汗線 所以肚臍是不會流汗的喔 大家是不是有打對了呢 而且肚臍是一個非常缺油的地方 所以小朋友千萬不可以 亂摳肚臍喔 要不然肚臍是會受傷的 大家是不是都了解了呢 魔法拉罰機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